名嘴哭商台对不住临奔 商台为了区区几十万 卖节目时段给民建联 越搞越糟糕 不单有网民要罢听商台节目 社民连和维远阿哥还特意去踩场 他们质疑有民建联赞助 商台日后不会持平报道 要求商台不要播民建联节目 夜火节目明天起 一年十八个星期六的凌晨播出 由民建联五个新星主持 不过这个做法 连商台的主持潘小涛都痛心疾首 特意在自己的节目批评商台不对 非常不开心 非常沮丧 民建联成立后的历史 他一次又一次出卖我们的利益 香港人的利益 种种种种的事例告诉我 这是一个不可以相信的政党的时候 多了这个平台给他做这个宣传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引入一个魔鬼 这是对香港社会的很大的破坏 我自己是心感痛心 他说容许政党用金钱控制传媒 是百害而无一利 当日香港商业电台的主持 节目主持林彬先生 就是被这个左派活活烧死 而他捍卫的正正就是我们今天 将会失去的言论空间 在这里向林彬先生致敬 一手促成收民建联几十万赞助的王永 在自己的节目就死撑没问题 说相信民建联不会在节目做政治宣传 他还暗示不知道民建联是不是政党 例如现在政党不是用一个政党的身份 去做一个登记 其实是真的难做的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银行来卖广告 或者有一个广告没事 连港台都说商台不对 王永就踩港台主持归宿 不过之后就收回这句话 郑记得员 帽子 max